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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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公益表演我可能是一个带活动的主唱跟主持人 没想到越做古同好友来了 一些同好来了 一些爱好音乐的也来了 然后一些想要做一些公益表演的朋友也来了 我觉得越做越开心了 因为我因为这个公益活动认识这么多人 一段人生该怎么过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 而对他而言 或许这个选择对他来说十分艰难与辛苦 但重要的是 他做得高兴又愉快 优扬的乐声在桃园医院的门诊大厅响起 每天早上都有音乐志工在这里演奏 透过音乐的力量抚慰就医的群众 气氛非常温馨 我们准备的群幕有很多 从小朋友喜欢的到连长的 他们喜欢演他的一做很多的 所以不同的群众都有吸引到 温度跟温度过来 我觉得他们应该很喜欢的吧 开始想要来医院是因为 我觉得是学了很久的 小提琴的感情 用到很多社会的机会 所以我们还是想要回馈一下社会 固定零八二早上 大概九点到十一点之间 或者来这边的表演 大概每一次大概都是一个小时 我有曾经碰过就是民众的 演歌会的表演非常难以下 因为经常在看着很多人 比较风险的人都会站在那前面欣赏 来医院就觉得很温馨 所以想说我要在MV上留言 现在的医院已经这么棒了 因为让人家傻子都不会跑 然后我们家放肆 这边人们又不会看得到 那这边就像那一样的 我lyn家傻子都不会看着这个 她小伙子都没想到 就像人家傻子了 我吧 是